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俄乌战争让我们有幸亲身见证历史 俄乌战争第616天,两场战争同时激烈进行 我们分别叙述 在过去的24小时,乙队共队360个哈马斯目标发动了袭击 从战局地图可以看出,乙军很快就会将加插一分为二 数万乙军已经兵临加插城 以色列国防军第1620师长伊齐克·科恩将军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目前已经到达了加插深处 正在加插城的门口 二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第188装甲旅第53营的指挥官 萨尔曼·哈巴卡忠孝阵亡 这是本次乙军地面行动中阵亡的最高级的军官 至此,乙军加插地面进攻中阵亡人数达到了18人 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333人阵亡 有300多人是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中阵亡的 在乙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前 很多大国专家和哈本宣称 乙军将要陷入哈马斯的续星巷战中 付出惨痛的代价 可现实中,以色列并不是这么干的 现实中,遭到哈马斯依托房屋的死守 乙军就呼叫战机或用坦克炸毁 发现哈马斯的地道 乙军直接炸毁,封死出口 将哈马斯闷死在地道中 这次哈以战争中,以色列用的卡特比勒 第九装甲推土机和美洲式重型工程车 成了明星武器 这两种装甲推土机一路前进的 不惧怕哈马斯的轻型武器和地雷 破除一切路障 为乙军开辟出进攻的通道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军事情报局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工具 快速准确的生成可靠目标 到目前为止 乙军已经袭击加沙地带哈马斯的 一万两千多个目标 面对哈马斯的地道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完全没有必要进入 因为这次战争 以色列不需要俘虏 只需要寻找人质 救出人质 消灭哈马斯 谈判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 亚伊尔·戈兰表示 在任何情况下 以色列国防军士兵都不应该 或不会进入哈马斯的恐怖隧道 因为军队扩大了地面行动 以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能力 亚伊尔·戈兰表示 你不需要进入地道 并且进入地道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戈兰说 明智的做法是 找到入口并密封他们 在任何情况下 你都不应该在隧道里战斗 戈兰强调 以色列国防军有能力 有效地处理隧道问题 如果哈马斯留在地道里 他们将成为死亡陷阱 11月2日 以色列陆军工程师 正在开始大规模的行动 使用各种类型的机器人 和爆炸装置来摧毁地道 引爆哈马斯安装的诱杀装置 并杀死哈马斯分子 以色列国防军南方司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媒体 我们将摧毁哈马斯分子的入口和地道 它将成为死亡地带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选择一个无法逃脱的地方 他们会死在地道里 和哈马斯相比 拥有强大攻击能力的乙军 何必要以短机场 和哈马斯打巷战 或是地道战呢 所以此战 以色列国防军会用最小的代价消灭哈马斯 从而让那些专家大威和哈佛们再次失算 想打隧道战 想打巷战 可乙军不给机会 难道只能等着被彻底以为平地 这以色列真是不讲武德呀 下面来看俄乌战争方面的消息 俄乌战争第617天 俄军继续向阿弗蒂夫卡发起了不计代价的进攻 在阿弗蒂夫卡戟区 伊勒军在阿弗蒂夫卡发起了小反击 炮击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伊北的俄军阵地 俄军大部分部队和装备集中在了克拉斯诺霍里夫卡以南 而乌克兰部队则已部署在了克拉斯诺霍里夫卡伊北 沿着H20高速公路向南移动 面对俄军的推进 俄军尝试切断俄军克拉斯诺霍里夫卡的补给舰 整个的10月 俄军都没能在阿弗蒂夫卡占领多少土地 反而受到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据媒体报道 10月份双方 牧师确认的设备损失为俄罗斯621台 乌克兰123台 比例5比1 这些都是直观记录的 可能包括未统计在内的损失 战争研究所指出 俄军遭遇重大损失后 正在改变战案书 减少地面攻击并强调猛烈炮火 准备在阿弗蒂夫卡发起另一波的步兵主导的不计代价的攻击 下面是其他方向的战局 在巴默特方向 乌军在巴默特南部战线 清除了克里什基夫卡以北铁路路低沿线的所有的俄军阵地 并继续沿巴默特克里什基夫卡公路向北推进 此外乌军继续向阿德里夫卡库尔九米夫卡推进 俄军损失不断增加在赫尔松方向 乌军继续在左岸背马 皮什加基夫卡和克里恩基附近展开行动 距离克里恩基数十米远的地方 乌军摧毁了俄军一个包含三辆BTR-820 一架BTR-80的装甲小队 乌军已经登陆赫尔松左岸 而且在不断扩大占领区 将乔头堡连接在一起 冬季来临之前 乌军将稳固地站在这里 在扎布洛方向 乌军在罗布泰尼以西取得进展 并占据150高地 那里的战斗仍在继续 在库布扬斯科 斯瓦托夫·克里米纳方向 俄乌继续在莱曼 佩尔11以南的地区展开战斗 但战线大体上变化不大 乌军的炮火还摧毁了巴姆特北翼的 俄军装甲纵队 昨天乌军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哥罗德边境地区 俄军的无限电中继站 再来看一下国际援助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已经共同地说服了国会议员 通过106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克比表示 拜登已呼吁国会通过之前的1060亿美元的请求 而不是将以色列和乌韩的需求分开 否则不会批准任何单独分割的法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 美国并没有失去对向乌韩提供支持的必要性的关注 预计国会将在投票时会批准对乌韩的资助请求 目前五角大楼还有54亿美元之前会计核算失误的资金可以援助 美国两党都是同意援助乌克兰的 是援助多少的问题 而不是援不援助的问题 那些希望看到美国人对乌韩人弃之不顾的谱粉可以死心了 法国援助乌韩的40辆IMX-10RC轮式坦克已经到货 德国再次更新向乌韩提供的军事援助清单 包括装甲运兵车 雷达 无人机 半挂车 卡车等 一日德国防上 鲍里斯皮斯托里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支持乌克兰是德国的义务 强调这是一个不容谈判的立场 德国人终于明白过来了 使乌韩人在前线保卫着他们的平和 保卫着他们的自由 他们只是出点武器 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当然任何人都是有朋友的 乌韩人有 俄罗斯人同样也有 据悉 半岛北方国家向俄罗斯提供了100万枚的炮弹 这意味着至少在两个月内 俄军不再为炮弹发丑了 本来趁着中东乱局 硬汉命令俄军向阿富迪布卡等地发起进攻 打算来一个乱中取胜 但阿富迪布卡之战打了一个月了 俄军不仅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反而遭受到了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损失 无论是坦克装甲车辆还是人员 都被乌军严重的消耗 那么号称12军的俄军为何始终无法取得像样的战果呢 因为在信息化时代 不同于工业化时代的战争 只要坦克大炮够多 士兵够多就行了 现在打仗打的是技术 而俄人的技术在哪里呢 为什么俄人没有技术 因为开发技术需要的是人的自由 而俄人的自由又在哪里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 和满清一样 俄罗斯现有的武器装备 只是一场规模更大的洋务运动的结果 俄人也和满清人一样学习西方的武器 只是想质疑长技以质疑 并不想学习引进西方的自由平等 结果到了想质疑的时候 却仍然被疑人打得头破血流满地着牙 现在美西方还只是把三流的地面装备 提供给了乌克兰 等到三流的空中装备 F16战机到达俄乌战场 等待着俄人的又将是什么呢 好了 今天大雄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